我要做富翁 畢竟有46萬個訂閱人數 我們經常在YouTube直播 Facebook和IG Inbox 都收到很多千奇百趣 關於投資的問題 留言箱24小時都是滿寫的 今集特地來個快問快答 一次過清新手投資會問的問題 現在我們會派泳儀單拖訪問一位投資界猛人 開始之前大家駕空握手 終於見到你了師傅 你好你好你好 狗樣地大名 阿舅就坐回座位了 先介紹一下 這位人兄來看他的樣子就好微好貌 衣服都沒有穿沒有爛 都不少錢 真是慢慢想不到 他的投資起跑線 居然是由負債80萬開始 幸好 正確的投資將他拉上來 今天已經擁有1億的資產 38歲就財務自由 不止子女有4個 連YouTube頻道也有4個 不說那麼多了 將時間交給一廠的泳儀 Hello 大家好 師傅你好 今集說明是快問快答 規則就很簡單 問題限時就30秒回答 時間就立即要回答下一條 準備好我們就開始了 OK 沒問題 第一部分我們會問一些投資BB級的問題 第一條開始了 那為什麼要投資? 不投資不行嗎? 因為以前放在銀行上 有10厘利息收的 其實個個都不會投資的 現在美國甚至全球經濟越來越差 所以一差的時候 大家就想起日銀子 日銀子就將我們辛辛苦苦儲的錢 就變成了折染了折舊了 跌了 所以我們要靠投資 才能敵對到日銀子和通脹 高通脹就蠶食了我們的錢 辛辛苦苦到90歲 都原來退不到休的 剛剛好 我們差不多30秒 那我們就去到第二題了 那股票是不是很高風險呢? 會不會輸光的? 股票可以很高風險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買股票 只是看著虧的那邊 不看賺的那邊 就會高風險 因為你虧的那邊 有很多人都不會只虧的 但是只賺呢 就很早只賺 所謂的贏得堂輸間廠 其實策略很簡單 沒有人是必勝 贏多輸就行了 永遠只賺就放鬆一點 只賺就關緊一點 所以就能夠做到一個 虧是少、多是賺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去到第三條 有哪些基本投資和理財概念 是我們一定要認識的呢? 我想一些基本投資概念 就包括一些經濟的數據 其實經濟數據有很多種的 我想包括會影響加息周期 知識那些 其實聽到很深 但是我們對一個牛熊市的概念 有一個大的方向的啟示 和部署先 然後呢 我們可能去研究一些選股選資產 因為市升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去跑贏 其實不止股票的 房地產都是的 你打算跑贏市的嘛 追著它這樣 那最後呢 就要入市的時機 那如果有些圖表分析去帶動 很夠中 那我們去第四條了 那如果我什麼都不懂 而且又沒有錢的話 那可以怎樣開始投資呢? 這問題很難的 如果什麼都不懂 就一定要先去看書 我覺得可以先去Paper Trading 起碼拿張紙記錄自己的交易 以前我都是這樣做的 然後股市有些大升大跌的時候 我要找回之前和之後的消息 有什麼會移動 慢慢你就會有一個Library 儲存好 然後呢 如果沒有錢 就沒有辦法 一定要找些辦法去賺錢 我們Channel裡面 都教到不同方法去找被動收入 所以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就贏了 剛剛好 那這題呢 我都有些補充的 就是呢 如果你是超級新手 又或者你對投資有興趣 可以將視線移到我們的右下角 去按訂閱這個按鈕 同時訂閱富翁電視MTTV這個Channel 那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那你就會對投資有更加多認識的啦 好啦 那第五題 第一步入場呢 那我應該先投資些什麼呢 其實我開始呢 就是買些大陸東西 人家買什麼呢 我就買什麼了 黃金啊 匯豐都買的 那如果由頭來過呢 我會看回 參考那些十幾年最成功的個案 就是買一些你懂 特別你生活上會用的東西 譬如我喜歡走Costco Home Depot我就買它 我喜歡吃大家樂 那都要看業績的 那就買大家樂啦 起碼你去觀察名單先去明白 因為你明白那個概念 不同的行業呢 其實對你投資是不同的 有時候業績期呢 可能你可以會 不會怕見光死啦 有了 是 那我們去下一題了 那第六題呢 就是究竟股票要去哪裡買呢 股票哪裡買就很多的 那其實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網上平台 很多的線路平台 那最主要呢 就是有一些的重點 就是譬如收費 要比較上是合宜啦 其實那個interface 就是比較上 你可以在網站做到 你手機也做到 比較方便 還有你有時候按仔 不會很繁複 有些interface 令到你按錯鍵 很多type出現的 所以我想都 就是找些一站式 有不同的股市 買到的平台好些 那呢 剛剛好答完 那我們去到 第七題了 那說到買股票呢 首先一定要開戶啦 那其實開戶要怎麼做 還有需要準備些什麼呢 其實香港來說呢 其實現在都很多東西 可以online和app申請到的 那之前呢 一定要親身去 那現在就不一定的 按不同的條件去做 但是呢 都找些信得過大的 比較大的公司 那就 免得去可能開了一些 小的店 那我們都見到 很小的公司 其實會夾帶司徒 小心一點 那帶查些地址證明 文件 那就應該沒問題的了 那去到第八題了 那股票是否真的 買一張票回家呢 不見了就麻煩了 其實股票真的 原先是買一張票在家的 很多人都是坐艇 那幾乎呢 就跌了九成 那些股票自己一直印在那裡 現在抽新股呢 如果抽白表 其實都是有一張票給你的 不過現在呢 就變成了網上紀錄 好像紫黃金那樣 那其實呢 在銀行或証券商 就會有你的紀錄的了 那你在上網交易呢 就已經是計算 入了你的帳了 那所以就不需要 那麼辛苦拿著一張票的 答得很好啊 但是呢 我也有另外一個額外問題 想問一下師傅 好 那考一下你先 有什麼票呢 不是一張張票的呢 什麼了 有什麼票不是一張張票 師票 這個都可以 但是我們的標準答案不是這個 但是不關投資 是關投資事的 不關投資事 IQ提 車票 票 什麼票 彩票 我們開股了 大家知道你答案是什麼呢 好開股 就是綁票了 我私票很近 我私票超近 差不多 私票比綁票 超近了 麻煩主持人想些 這麼繽紛的問題出來 實在獲益良多 得益不少 去第九題 世間上面有這麼多隻股票 我怎樣找它出來 又知道它存在呢 其實真的不需要 我覺得不需要去逐隻股票研究的 我覺得最主要你就是 你賺的錢 你不是二千多隻股票買完 你其實範圍大 首先剛才也說過 在生活上 或者是明白的方向 去找一些行業出現 你找了可能三個行業 在這段時間受惠的 或者我教大家牛市一二三 牛市二期三期 買些什麼 你就只有三個sector 然後在裡面選股 其實選擇就少了很多 就不要只是跟風炒日本 好 夠鐘 大家想知道多些 記得去看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馬上去到第十題 究竟哪裏有得看股票的報價呢 其實各大的財經網站 APP 報價都很容易 以前那一代是延期15分鐘的 很誇張的 現在都有很多realtime報價 我想最多人用 都會用一些財經網站 或者tradingview.com 都是免費的 留意 tradingview報價是有些 CFD的價格 其實價格 都會有99% 都是跟的 但是免費的 但是免費的 又很方便 一站式 黃金 我們會在股票美股 馬來西亞都有的 剛剛好當 剛剛好 那我們去到第十一題 就是我們經常聽到 講ETF 究竟ETF是些什麼 ETF是人間極品 為什麼呢 因為ETF是等於基金 不過呢 你就是可以上市買基金 就不是銀行簽名 填手續 就是填文件 就像股票那樣 交易非常方便的 那講到基金 基本上什麼都由 你可以買天氣 買環保 買鑽石基金 買luxury goods 這些ETF 或者買你不懂的地方 譬如國家 不同國家 波鞋股 奧運概念 其實都有的 所以是讓大家可以 去集中到買一些行業 譬如blockchain 你不用選擇 有鐘 有鐘 那我們去到最後一題BB 那就是剛剛講了這麼多ETF的東西 那究竟哪裏可以買到ETF 那銀行又有沒有得買呢 那ETF呢 其實你買到股票地方 都按不到的了 譬如你平時買股票 按Apple AAPL 那你就轉做 按GLD 那就買了黃金ETF的了 所以呢 非常容易 你買到股票地方就可以了 不過最好有美股 因為美股ETF選擇更多 嗯 好啊 那我們剛剛就答了12題的BB題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會去到深一點點的問題 就是去到入門級的問題 那我們就開始第13條問題了 OK 好了去到第13題了 那我們經常都聽到 long short call和put 那不是就是buy和sale嗎 它們有什麼分別呢 嘩 主持人你問這問題都用了10秒了 這個問題真的要答成堂才行 簡單來說 long和call就是提升 short和put就是提跌 通常long和short可以用在期貨 即期指 CFD方面 其實都是買升的 這個put 那些可能和call 就用在一些option裡面 即期權 或者衍生工具裡面 那我用法就比較深 但大致上都是提升 噢 夠了 那這條問題呢 真的難 好了 讓小編補充一下少少了 這四個字如果是指數 商品或者個股 long或者call都是說買升 而short或者put就是買跌 但是去到期權這一部分 就完全不同了 longcall是提升 而longput就是提跌 short call是看市會跌 或者不會再升 簡單來說 奇權世界的short 除了看方向之外 還包括看市是牛皮的 那麼複雜 30秒真的完全講不完 總之大家千萬不要搞錯 大家想知道多些 當然要看我們平時的影片 30秒就很難回答大家問題 但我們都要去到第14題 第14題就是究竟什麼是槓桿呢 槓桿放在投資上 我們似乎就難明些 嗯 那 Cut Cut 不算數 不算數 Jackson用我的影片 70秒 槓桿呢 就是利用別人的錢 譬如銀行錢 證券商錢 去買些東西 其實槓桿呢 我們日上生活都會有的 譬如買樓這樣 譬如一層樓100萬 你不是全給100萬 你放下降機 譬如30萬 那70萬是借回來的 但是槓桿其實大家都誤會了 可能會輸錢 等同的 其實不是的 槓桿是成正比的 你贏那麼多 就倍數贏 輸那麼多 就倍數輸 最後看你的能力 和背後的資產 是否稳穩 用在槓桿買息 槓桿買樓 可能稳穩 買股票就要小心一點 好 剛剛好時間啊 師傅 那我們一跳下第15題了 那究竟我們想買收息股的話 派息的流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你買收息股的時候 你最重要是看回那個息率 對不對 或者本身公司的派息比例 對不對 就是賺不賺錢 不賺錢的話 去年的派息率 有10厘都不派的 記住這個最重要 首先你要看那個派息的條件 派多少 還有你有一個除靜日的 那除靜日之前 你就要拿著某隻股票 否則就沒權收息了 收了息之後呢 會除靜的價格會下跌的 所以很多人都誤會收息 是給多了你 其實不是的 是股價扣回來的 完 咦 這麼巧 我一舉起那個電話師傅 就說完 那我們馬上去到第16題了 那就是 究竟我們想試試抽新股的話 程序又是怎樣的呢 抽新股呢 美股就不行了 因為美股要專業投資者 即是幾百萬才可以抽的 香港就很簡單的 那麼首先這個程序呢 有幾個 一你一是拿白表 那一是便宜些手續費 要是拿黃表 就貴少一點手續費 那黃表呢 你其實呢 就會立刻入到你的電子戶口 第一天交易就能賣的 白表便宜些 但你浪費了五天 通常新股五天就轉小 小心啊 所以就不要省少少錢 如果你抽上網那些 其實都是黃表來的 不過手續費可能會再貴些 那不同的證券商 有不同的優惠啦 叮 又夠鐘了 不過呢 其實呢 我們想抽新股 第一件事就是要 有這個戶口 第17題了 究竟我們平時買完股票呢 怎樣可以知道 那隻股票的表現和增長呢 有些什麼APP可以推薦給大家用呢 即是看回自己的賺還是虧 那其實呢 你去做交易的平台呢 通常都會有這個表現給你看的 我自己呢 最常都會用了Excel去記錄 那譬如你的比重啦 正常倉啦 你輸還是賺還是輸 有Google翻譯 有Formula 可以抽現價出來 算到數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那而且呢 我們升級版的虛越組合呢 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是最公平公正公開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方法的 看到是升級版就讓你講完啦 那我們就去到第18題了 究竟我們經常聽 藍醜股 紅醜股 究竟什麼是藍醜和紅醜股呢 其實藍醜股呢 就是全世界都會用的 那藍醜股意思呢 就是代表 在一個指數裡面的成份股 那它就去舉足輕重的 個個有不同的比例 譬如蘋果呢 佔的比重當然是最多啦 香港恒生指數呢 可能是匯控啊 就是可能是內銀啊 這些呢 就是藍醜啦 那紅醜股呢 就應該是在這個 香港才出現啦 那紅醜股呢 就是講香港的股票啦 但是它的業務呢 其實是在中國的 但是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青島碑啊 潤碑啊 這些都是紅醜股來的 那那師傅都已經大概答了 究竟什麼是藍醜和紅醜 非常厲害 在30秒鐘之內 這算簡單一點 剛才option的股票真糟糕 那19題呢 應該都可以在30秒之內答到的 就是究竟A股和B股 是些什麼來的呢 哇 OK 好了 那盡量啊 A股呢其實就很簡單啦 就是在中國的註冊 就是在中國上市 用人民幣做交易的 那就可能是上海的股票啊 或者是深圳上市的股票啦 那B股呢 就是呢 都是中國的公司 但是呢 用外幣的交易的 那所以 這個是為 就是比較上地的分別的 那但是 就還有很多 H股那些去分任 那 AB股已經足夠的 足夠分住 是 好 那 那 就是 總之不理是A股 B股 C股 D股啦 總之是優質股就好了 那我們去到最後一條 第二十題 究竟呢 行業和板塊有什麼分別呢 行業和板塊的分別啊 咦 我也要想一想 板塊呢 我覺得是整個的 因為是否沒有formal definition 這個就笑起我了 板塊是整個的一個sector 所以呢 可能是綁整個的飲食業 那樣 那所以呢 政策一受惠就成為有一點點升 行業呢 就可能是食品 餐廳 飲品 這樣分的 所以會細緻多一點點 我猜的 麻煩告訴你 好 那其實呢 剛剛師傅都說了 行業是細緻一點點 那所以呢 其實呢 行業可以是板塊的一種 提起板塊 我也想問一下 究竟這個 阿拉伯板塊 和印度板塊有什麼分別呢 哈哈哈哈 主持人你今天是玩東西的 是跳機的 哈哈哈哈 我知道 阿拉伯板塊和印度板塊 根本是處於一個 西面和東面的 不規則無定向的板塊 一個在270度位 一個在160度 阿拉伯板塊在印度板塊旁邊 分別是他們是不同的板塊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最後一條 師傅我想問一下 是否知道以上的答案 就等於懂得投資呢 其實不是的 剛才的問題 這些答案呢 其實給大家知道 投資其實不是距離那麼遠 大家可以 kickstart 去開始一些新的 但是呢 注意到兩件事 我第一認為是知識 第二是部署 就是等於好像打球 第一你要懂拍球 懂射球 第二呢 就是一個系統去上場 打仗去打比賽 那五點呢 就回來修改 那心理質素呢 那些都是很重要的情況來的 那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有一個十年 倡保自由的免費工作坊 那大家有興趣呢 就預約個時間 自己找個靜靜的地方 聽一聽 那裡面呢 一小時的訓練呢 告訴大家 即是特別有份工要做 存到錢 但是不懂怎樣 invest或者reinvest 的話呢 其實呢 就可以做個weekend investor 就找一些15%回報的 project去做 其實呢 十年呢 就算到數的 就財務自由的 那大家可以下面連結報名吧 今集呢 就到這裏 麻煩了師傅 那答不中你的問題呢 都不要緊要的 那記得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考慮開多一集 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大家記得CLSS我們啦 下集見 等等 等等 投資不是大學專利 下次見大家 拜拜 拜拜 想緊貼我們 記得訂閱我要做富翁的YouTube Instagram和Facebook 如果想更加緊貼大使和直播分析的話 去訂閱富翁電視MTV啦 另外 想跟我們環球看樓 記得去訂閱我要做世界頻道啦